欢迎来到小九聊剧,今天小九带来 锦衣之下,番外之人间清醒 第89至90集,路易,这就是你追求我的目的吗? 都是千年的狐狸,说什么聊斋? 路易猝不及防地吻,弄得今夏彻底地失眠了 虽说两人目前是情侣的关系 可今夏却始终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一场玩笑罢了 始终无法将路易看成自己的男朋友 这个男人 变化莫测,如同鬼魅一般,缠住了自己 今夏也不知该如何和路易相处 两个人应该是这个世间上最陌上的情侣了吧 可偏偏这丝,却丝毫不这样认为 故意弄得两个人很熟的模样 在这种极度不安的状态下 今夏慢慢地进入了梦乡 他梦见了那个带着女友去潜水的河飞 又梦见了那个带着老婆去爬山的可怕男人 最后的最后,又梦见了那个暴打老婆的安家和 天呀,这哪里像热恋中的小女生该做的梦 被吓醒的今夏 一身冷汗,他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做这样奇奇怪怪的梦 若是被路易知晓,定会生气的吧 恋爱伤身,还真的是这般 再也睡不着的今夏,只能打开电脑 整理明日该审核的内容 第二日,一脸疲惫的今夏被刘老师暗戳戳地吐槽着 作为过来人,只是轻描淡写地问了一句 陆总这次也跟着来了吧 不明所以的,今夏点了点头,刘老师见状,暧昧地笑了笑 一副我懂的模样 今夏这才恍然大悟,可他却又无法解释 只能认下了所有 这次审核依旧是三天,或许是为了躲避路易的纠缠 今夏每天都尽心尽力地去工作,积极地参加聚会 尽量拖延回酒店的时间 他以为路易会生气 可他始终保持着绅士风度,无论他回去的多晚 他都会等他 偶尔给他带一杯果汁,偶尔给他带点夜宵 一副听话的小娇妻模样 当然,他每次离开时都会报复性地收点小利息 吻他,貌似已经成为了每晚他离开时的必要流程 今夏从未见过这么不要脸的男人,无论他怎样拒绝 他都会找到机会亲吻他,一次比一次加深 一次比一次深情 这一晚,这个男人居然得寸进尺地伸了舌头 唇舌交缠的那一瞬间,今夏瞬间瘫软在了他的怀中 可他并没有下一步的动作,而是绅士般地离开了 徒留今夏一人在屋内凌乱 也是这一夜 今夏做了一个十分大胆的春梦 梦中的他和路易,彻底地放飞了自我 这会今夏而言 算是感情上的一个飞跃吧 起码他不再梦见安家河了 审核工作完成后,今夏本想着直接回去 却不料被路易留在了当地 美其名曰要带他领略内蒙古的美景 今夏终究是拗不过路易 只能陪着他留下 只剩下两人的时候,今夏忍不住问道 路易,你很闲吗? 作为公司的老总,你整日游手好闲 你确定你的公司还在盈利 借你急言,目前盈利状况还不错 你这样,真的不像能经营好公司的样子 今夏不禁摇了摇头 心底说不出的感受来,隐约间有些失望 路易笑笑 收起了玩世不恭的笑容 一脸严肃地说道 我这次来内蒙古是来搞收购的 你觉得丰瑞公司的管理和盈利如何? 值得收购吗? 今夏微愣,促眉道 作为审核人员,我不能透露任何一家公司的经营状况 这是违规的 你不用向我透露,我只是向你请教而已 你觉得收购这家公司的风险大吗? 今夏的脸色渐渐沉了下来 不悦地说道 所以,这才是你对我死缠乱打的真实目的 对不起,我有我的原则与底线 路易脸色也逐渐地黑了下来 你认为我追求你 只是为了套取商业机密是吗? 不然呢? 今夏的一句反问 彻底地激怒了路易 他啪的一声关上了门 气愤地离开 今夏愣愣地看着被关上的门 心情瞬间阴郁下来 今夏的一句不然呢 直接弃走了路易 看着被关上的门 今夏的心也随之低落下来 他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哪里好 为什么路易要对自己纠缠不休呢? 他找不到理由 而他偏偏向他咨询这些公司的内部情况 很难让他不误会 今夏紧握着手机 要不要给他发个微信呢? 可发微信说什么呢? 说抱歉 他不认为自己的怀疑有问题 他不是一个恋爱脑 不会无脑地相信男人的话 虽心底不开心 但还是选择了理智处理这件事情 审核工作结束 公司安排三位老师 在内蒙古好好游玩一番 今夏已家中有事拒绝了 离开内蒙古时 终究是有些不放心 在上飞机的前一刻 给陆毅发了一条微信 只有简简单单三个字 风险高 随即便关掉了手机 踏上了回程的飞机 刚刚结束视频会议的陆毅 看见今夏的微信 阴沉的脸终于有了笑意 层服默默地看着自家老板 暗暗松了一口气 这趟出差 他感觉自己的心就像坐过山车一般 时而轻松欢快 时而紧张异常 那感觉就像自己随时被扔下去的感觉 如今 再度在老板的脸上看见了笑意 他这才放心下来 正当他暗暗揣测 自家老板的私生活时 只听见陆毅下达了指令 明天的会议找个借口取消吧 我们今日返程 陈福威愣 问道 陆总要取消收购计划了吗 嗯 暂时不收购了 打道回府 陆毅敲着二郎腿 嘴角勤着笑 一副饭花痴的模样 陈福忍不住问了一句 陆总为何突然间改变了主意 有些公司表面上看上去光鲜亮丽 骨子里面可能早已破破烂烂 陈福这才了然于心 看来是有些人对陆总说了些什么 他就知道 陆总怎么可能是恋爱脑呢 从他入娱乐圈 他便一直跟着他 这一路 他见识了陆总的沙发果断 见识了他的能屈能伸 见识了他的圆滑事故 他这样精明的人 怎么可能会因为一个女人 便乱了心扉呢 在外人眼中 陆总是千里追妻的顽固子弟 但只有他知晓 陆总是一边追妻 一边搞工作 事业和爱情 两手抓两手都要硬 也只有他知晓 这世间最适合陆总的女人 便是原今夏 两人一起在演艺圈时 便是互相成就 才能够成为那时的顶流 后期 陆总与其他女演员合作 效果皆是平平 而如今陆总开公司 唯有和他合作 才能够有效地降低收购的风险 完善公司的管理 以陆总的魅力 取到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不难 可那些千金小姐 真的能帮助陆总吗 恐怕未必 他们除了吃喝玩乐 还能做什么呢 然而 原今夏却不一样 他做审核工作五年 手中掌握了各个公司的信息资料 陆总只要取到他 那便是知己知彼 百战百胜 想到这里 陈福向陆毅投去了赞许的目光 一脸崇拜地看着陆毅 陆毅感受到陈福的注视 簇问道 你这样看我作甚 还有什么疑问吗 没 只是觉得 袁老师和陆总很般配 陆毅一听 傲娇地笑了 你眼光不错 没事可以将石化同路夫人聊一聊 陈福点了点头 继续道 娶了袁老师 便等于得到了各大企业的核心运作情况 我相信 夫人也会同意的 陆毅呼得脸色一沉 不悦地问道 你也是这般想的吗 陈福一脸无辜地看着陆毅 不是这样吗 陆毅不耐烦地挥了挥手 你回去休息吧 难怪这些年一直单身 啊 陈福为委屈屈地离开了房间 心中憋屈 暗道 你不也是才有女朋友 五十不孝百步 陆毅得意洋洋地 看着微信上的三个字 思来想去 回了句 谢谢 明天一起去骑马 可这条微信 却石沉大海 久久没有回复 陆毅打了惊吓的电话 关机 这让他很是生气 给刘老师打了电话 方才得知 今夏早已坐着最早的班机返程 这一度让陆毅很是生气 遇见事情就逃 多年来他处事的风格 倒是从未变过 只是 这一次 他绝对不会再给他逃脱的机会 可恶的女人 吵架归吵架 怎么可以一吵架 就完消失呢 看来 必须要给些教训 才能让他长记性 陆毅心中暗暗有了主意 不知他这些小九九 会不会惹毛了小野猫呢